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四篇生命涅槃第十八章十二号遗迹 波峰咬牙盯着通讯手表眼睛冲险通红拳头捏得吱吱作响 手背上轻轻爆突 如果是恒星级一界的人类舞者十五亿吨荡量的氢弹 这一下子早就轰死了 金角巨兽不愧是星空巨兽中的巅峰血统 且不愧是防御攻击惊人的金属性吞噬类巨兽 巴巴他也为星空巨兽而惊叹 金属性本来在灵甲防御上就强 更别说以吞金属吸收金属成长的金角巨兽 他的防御太变态了 别说了 罗峰恼怒的喝了 手腕智能虚拟空间中 躺在沙发上的巴巴他正准备继续夸夸其谈 评论金角巨兽 可被罗峰这一呵斥一下子哑然了 竟然敢训斥我恶魔巴巴他 巴巴他呲牙露出獠牙 耳后嘀咕 我可是伟大的恶魔巴巴他 当年杀戒主都杀了一堆 竟然被呵斥 这个小子现在正被动发狂边缘 算了 我大人大量原谅他了 巴巴他虽然逻辑上明白 罗峰是何等的痛苦 可是他却无法感同身受 他跟随云莫星主人千万年计 一颗星球种族全部灭亡 也见多了 所以没感觉 可他也知道 罗峰现在在发狂边缘 或者说地球上全球的高层精英 都处于歇斯底里边缘 个个都是强压星陀的疯狂 罗峰顾不得多少 连拨通给家里的电话 小峰啊 我们刚才看到北面好亮 好像一颗太阳 你弟弟说是核弹爆炸才会那么亮 到底发生 罗峰国刚开口 罗峰就立即倒 爸 妈 你们现在马上上二楼 进入重力室当中 如果想知道外面的情况 将我的那台笔记本电脑带进去 上网查看 其他电脑 现在估计无法上网 记住 我不回来 你们千万别从重力室出来 哦哦 那边家人也意识到情况严重 他们却不知道是何等的严重 挂了电话 罗峰低头看向下方黑沉沉的一望无际的海水 现在就希望能在三大决定之一的十二号遗迹中 找到能杀死精角巨射的武器了 下去 罗峰目光如凌冽的利剑 脚踏顿天梭 带着一股凌厉的气浪 直接冲入了海水中 夜幕中黑暗的海水微微荡漾着 无边无际 一道流光直接射入海水当中 而且不断的朝下风下坠 罗峰 海面距离下方海底海床在五千一百米左右 而十二号古文明遗迹就在海床下方三千三百米 巴巴塔说道 明白 有巴巴塔导航 虽然周围都是海水 可罗峰的路线依旧很准确 在优胜的海水当中 也生活着大量的海域怪兽 虽然说现在有大量的海域怪兽 可以沿着河道进攻内陆 可是去进攻的 只是整个海域当中怪兽的一小部分而已 毕竟海域怪兽太多太多 要知道 人类论巅峰强者实力比陆地怪兽强 可是为什么红海市出面谈判 而不是杀光陆地怪兽呢 因为陆地怪兽当中 有王级怪兽或许没兽皇 可是全球人类武者数量才接近百万 而爆发一个三级鼠潮 老鼠怪兽数量就数百万 近千万之多 一级兽潮爆发 那是以亿为单位 陆地怪兽真的和人类应平 怪兽反正能力太强 一窝几十个 人类没法比 红再厉害能杀死整个地球无数的怪兽吗 所以才保持和平 陆地怪兽都逼得人类这样 论数量 种类 比陆地怪兽多了不知多少的海域怪兽 就算堵塞住内陆所有河道 也只是整个海域怪兽的小部分罢了 侯下方不断深浅的同时 罗锋也看到了大量的海域怪兽 哼 画着流光下坠的罗锋 周围摆米的所有海域怪兽几乎瞬间毙命 鲜血一向就染红周围的水域 傻 完全是顺手杀死 罗锋心中强烈的愤懑 痛苦 不甘 杀死些海域怪兽 仅仅是随意发泄而已 毕竟罗锋可以想象 无数海域怪兽沿着河道杀入内落 进攻各个基地市的可怕场景 不知道多少人类会死去 海床 罗锋踩在海底 这处海里起伏不定 仿佛山脉似的 五千米左右深度的海水恐怖压强 经过罗锋提表 魔云战甲的大幅度削弱 已经变得很小 论削弱冲击力 防御等等 罗锋这座云藤 远远超过黑神陶庄 特别是初次培育 令魔云藤生命层次 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下面三千三百米 罗锋迅速下去 四川河床眼底 不断下沉 巴巴达 这种隐秘的地方 当初地球各国怎么会发现这一击的呢 罗锋下坠的同时询问他 靠你们地球科技 当然不行 他们是靠地一些星际战舰残骸上的仪器 才能搜查整个地球 巴巴达说道 除了像我这种能够主动隔离信号伪装 令你们无法探查的外 地球上其他一些遗迹 几乎都被发现 罗锋 到了 巴巴达连倒 罗锋立即减速 砰 破开岩石的同时 撞击在某个接污定的物体上 令整个人都震了下 战舰残骸 罗锋面里复散开局 直接复周围五百米 脑海中迅速就有了一个大型的模型 这是一艘超大的战舰 而罗锋面里所能观察到的 仅仅只是一些战舰残骸的一小部分 根据观察 罗锋感觉 他比极限无管总部那艘还要大 迅速的破开岩石 同时已经破损了战舰的某个破损口 直接钻了进去 罗锋啊 来对了 我们来对了 爸爸他有些兴奋 怎么了 罗锋也发现 这战舰内部的通道合金墙壁 已经生锈 逐渐抚袖 这是星空舰队中的母舰 爸爸他联盟说的 也就是说 是整个舰队的总指挥战舰 母舰 罗锋眼睛一亮 我当时就怀疑是母舰 否则一艘战舰怎么可能存在什么绝境 爸爸他说道 这母舰长度为一万六千米 宽度三千二百米 高度为八百米 虽然算不上整个舰队中最大的战舰 却是防御最强 攻击最强的一个 罗锋也有些激动 武器在哪 绝境在哪 这母舰本身 并非真正十二号古文明遗迹 真正的绝境 是母舰内的一个秘密的舱舰 等一下 让我搜搜 爸爸他也有探测的方法 迅速的将整个母舰 仔细的探测了一遍 罗锋啊 这母舰因为损坏 没保护能力 内部的许多武器 早就被拆卸掉 没拆卸的 也已经腐修 没有保护的好啊 爸爸他说道 现在 希望就在这十二号一级中 你沿着这条通道 一直往前 十二号一级核心 是母舰的某个秘密舱舰 在巨大的战舰残寒 内部行走的过程中 罗锋 各国领导人齐聚战神功会议厅 爸爸他忽然道 罗锋心中一紧 现在地球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中 连最强手段 侵难都使用 而且经过这一次 那精巧巨措 绝对不会再给人类同样的机会 他们决定 全球各国都进行军管 并开始人类传承计划 爸爸他说道 什么 罗锋脸色大变 军管 代表各大基地市的证券交易所 超市等等 很多全部关门 人们住在那 干什么 吃什么 全部由军队管理 粮食由军队供领 让人们住在那 什么时候逃命 也是一切按计划 实施军管 显然到了最坏的时候 至于人类传承计划 显然各国都默认 这场战争会输 而现在的战争 只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类 在以后活下去 可以预想 这一场战争会死去多少人 全球真正能活下来的人类 将会非常少 非常少 就算活下 也将处于危机中 快 找到最厉害的武器 杀死精巧巨兽 罗锋继续朝所谓的 十二号遗迹赶去 片刻 在一个秘密的巨大舱舰门中 正停放了一架直径在 一百米左右的 飞碟型飞船 整个飞船 通体黑色 就算停在这地底下 不知道多少万年 飞船的机身 辅修程度很小很小 在黑色的飞船船身上 竟然还印着双翅巨龙纹 十二号遗迹代表的飞船 就是这艘 罗锋继续在飞船下 仰头看了眼前的这艘飞船 这艘黑色飞碟型飞船 这么多年来 地球让各国想尽办法 因为这艘飞船 死去不少人 连一员强者 都有在这里陨落的 到如今 他依旧丝毫无损 哈哈 原来是他 竟然是他 当年主人一招毁掉的星际战队中 看来这舰队母舰当中 有一个大人物 竟然能够买得起 黑龙山X8型号飞船 难怪地球上 没人床得进来 这X811型号飞船 可是黑龙山帝国名气颇大的 宇宙冒险飞船型号 爸爸他兴奋不已 罗锋知道 黑龙山帝国那是统治 黑龙山金玉的强大帝国 连银兰帝国都要是他 五百多个蜀国之一 罗锋 有希望了 这座X811型号飞船 论造价 比整个母舰都贵得多 X811型号飞船的标配武器 就算杀死 恒星七戒八戒 都有希望 爸爸他也很激动 真没想到 这母舰上 竟然有一个 买得起 X81的人物啊 我吞噬星空第四篇 生命涅槃 第十九章 距离顶 杀死恒星级 七戒八戒 都有希望 罗锋有些震惊 这一年来 在虚拟空间 学到不少知识 罗锋也更加明白 宇宙级强者 就能够跟一个 星级战队肉搏 恒星级 七级八级 比恒星一界强上百倍啊 距离宇宙级很接近 那可是 绝顶的强者 一个星级战队 都很难杀死 更别说 只是一艘冒险飞船了 这可是黑龙山 X81型号啊 爸爸他连导 在黑龙山 经约八千多个星系 无数星系中 都算是很牛的 冒险飞船型号 一般是 宇宙级强者 或者是很有背景的 才购买得起 宇宙级强者 都使用了冒险飞船 标配武器 有希望击杀 恒星级 七界八界 奇怪吗 更何况 我只是说有希望 厉害的强武者 不会傻乎乎的 让自己立于危险之地的 罗锋不由仔细的 看着眼前的这艘飞船 纯黑色 飞碟型 有了这一艘X81啊 我恶魔八八塔 也没必要那么辛苦 从头到尾建造飞船了 只要侵入这X81的智能系统 完全攻克操控后 再将这一艘X81型冒险 飞船改造一下 罗锋 你就能乘坐它 进行宇宙冒险了 爸爸他很兴奋 从无到有去建造 怎么急得上现成的方便 哦 罗锋微微点头 而且罗锋 就算我建造也不可能比它更好 它的工艺很高 而且它整个飞船 船真的主要用材 是一种叫做乌嘎的金属 你给我的那些残骸的碎片 根本远远比不上这乌嘎金属 巧服难为五米之锤 我再厉害那么差的材料 我只能造出一架普通的宇宙飞船 不可能有这么好 这X-81油嘎金属制造的船身 就算宇宙级强者要破坏 也需要费好大的力气 爸爸他夸赞道 一般宇宙级强者乘坐飞船 也就这个档子 再贵的 宇宙级强者也心疼啊 罗锋微微点头 这飞船是宇宙级强者乘坐的档子 而宇墨星号 那可是不朽强者中的强者 宇墨星主人乘坐的 可惜坏了 若是没坏 乘坐宇墨星号 单单一个浮冲 就能交金角巨兽给切割 毕竟那可是切割星球 都很容易的可怕飞船啊 罗锋要控制这艘飞船很有难度 爸爸他说道 你们地球各个国家 为了进着X-81型号的冒险飞船内 死伤无数 却连飞船的闸门都进不去 爸爸他 怎么才能进去 罗锋联盟问道 按照红给他的文件材料 这12号一记最难的是入口通道 打开舱门后 就这一条入口通道 这条入口通道的镜头是飞船的闸门 然而地球各国很多人都死在这条入口的通道上 要开启飞船闸门 这可是连红雷神都做不到的 X-81型号冒险飞船的构造 我非常的清楚 手腕智能虚幻空间中 爸爸他一身黑袍 微微两头 开启舱门后的入口通道 是一条激光通道 这条通道中 折射的道道 激光能够轻易的击杀行星级五界六界 你们地球上的一员 行星级一界两界 就算穿着黑神套装削弱攻击 也是必死无疑 就红河雷神 穿着黑神套装还行呢 罗锋仔细的聆听 激光是很厉害的一种武器 你们地球人如果在激光方面加大研究 或许有更高的成就吧 爸爸他评价一句 很厉害 罗锋很少听到爸爸他夸什么 当然厉害 爸爸他继续道 从理论角度上讲 光不断的汇聚集中 强度不断提高 令威力不断提高 原理上激光威力可以无限提升 当然实际上有很多难关 不过宇宙高等文明的金贵激光武器 可是连借助强者都得小心谨慎面对 当然 这条激光通道不可能那么夸张的 爸爸他说的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通过激光通道 然后打开闸门 激光通道通过 能搞定 可打开闸门很难 你们管主红和那位叫雷神的 说实话 雷神这个名字让我很不爽 手腕虚幻的空间中 爸爸他哼了两声 他们两个就是没有办法打开闸门 这机关闸门要能举起 这是恒星级三界四界的武者水准 才能举动 恒星级三界四界 洛峰联盟的摇头 自己肯定无法举动 他就太大 能不能正面破坏 用的刀锋碎片 闸门材料是乌尬金属 想正面破坏 我刚才说了 宇宙级强者都对花费好的力气 赤魂头目残片实力 可你的实力 爸爸他说道 嗯 好了 你要做的是 将这玩意儿插在闸门下面的缝隙中 罗峰的面前 出现了一个奇异的工具 再一看 类似于一柄斧头 斧头的斧刃 非常的薄 而且 这超薄的斧刃 长度为三米左右 宽度也超过一米 很怪异的一种工具 你将那超薄的一面 插入闸门和地面的缝隙之间就行了 爸爸他说道 好的 罗峰心意移动 顿时摩云藤的叶子迅速延伸 摩云战甲将罗峰全身完全给保护住 沿着满是灰尘的舱门的地面 走向飞船 舱门 罗峰悬浮在舱门前 双手抓住舱门的缝隙 猛的一用力 开 舱门就被打开 出现了一条长约三十多米的通道 这个通道的两侧 有密密麻麻的一个个孔洞 而非罗峰想象的玻璃等物品 激光通道吗 罗峰沉吸一口气 顿天梭 立即变形成为重山顿 保护在身体的周围 嗖 猛的就朝前方冲 嗖嗖嗖 顿车一道道白光亮起 贯穿整个通道 还有一些激光 仿佛感应到罗峰一样 那孔洞微微的转弯 直接直接射到罗峰的方向 激光的速度为 每秒三十万公里 就算精角巨兽 也来不及闪避 更别提罗峰了 呼咙 部分激光重射在重山顿上 重山顿又砸在罗峰的身上 还有一道的激光 直接射在罗峰的身上 同一瞬间 超过十道激光射中 只是通道中 本来急速冲的罗峰 以更快的速度 被轰的倒飞出去 地面上 罗峰都横着他的地面数十米 然后撞击在航母的金属墙壁上 罗峰 你干嘛 爸爸他忍不住喊道 冲进去 将这工具插在 闸门和地面的缝隙中 不是你说的吗 罗峰揉揉揉胸口 不冲进去 难道我精神念力控制这工具 恐怕一进去 工具被那激光给毁掉了 对于魔云藤 罗峰很自喜 第一次培育 令这魔云藤第一步就很强 后来吃的就是木牙精 到如今 魔云藤的实力都在 行星界 七界八界左右 如果魔云藤和罗峰斗的话 除非罗峰用炙魂铜母残片 否则还真不是对手 因为魔云藤防御强 罗峰才敢往里冲 没事 这工具没有这么容易坏的 爸爸他说道 直接念力操控 那这就简单了 罗峰听爸爸他这么说 也不再担心工具会不会脆弱 毕竟那可是能杀死行星级的激光 再一次跨入舱门 罗峰念力操控这一类似斧头的工具 十九股韧性十足的念力 同时缠绕着斧头工具 嗖 斧头化为流光 啪 一道白色的激光射中 斧头直接被砸的 砸到外面去了 哎哟 还真没坏啊 罗峰念力操控着斧头工具 激光菜块 怎么办呢 罗峰目光一早 就定下主意 中山盾 盾天苏分解为365个刀片 迅速组合成中山盾 中山盾看在斧头工具上 贴着地面 去 罗峰目光一喊 嗖 中山盾和他下方的斧头工具 闪电般的贴着地面飞去 而同一刻激光射来 砰 激光射中重山盾 伞 重山盾竟然直接崩散开来 化成365个刀片 这么多刀片 顿势令大量的激光射向刀片 而贴着地面的斧头工具 宛如闪电般直接贴着地面 直接进入到里面去了 乌嘎闸门和通道地面间 肯定是有极小极小缝隙 斧头工具那超薄的缝刃 硬是插了进去 呼 那斧头工具发出奇异的声音 直接呢 乌嘎闸门竟然硬是被缓缓的顶了起来 闸门下 就是那斧头工具 原本超薄的斧刃 竟然分成两层 上层不断地往上顶 将整个闸门不断地顶开 这一幕令罗峰是目瞪口呆 巴巴塔 你说这闸门要是恒星级三界四界 才能弄起来呢 罗峰有些恶然 你也不看看我用的是什么 这可是距离顶 宇宙通用于叫做 巴巴塔说道 类似于你们人类所谓的千金顶 你要知道 宇宙飞船维修也是需要很多工具的 我之前建造飞船 当然弄了不少工具 距离顶就是其中一个 比如飞船坏了 什么地方卡住了 武者们弄不动 怎么办呢 就靠距离顶了 巴巴塔自豪道 这距离顶的技术含量非常高的 罗峰恍然 罗峰还不赶紧进去 巴巴塔说道 罗峰看向激光通道的尽头 那闸门已经被顶起足足一米多高 飞船维修工具距离顶 还在不断的将闸门往上顶 罗峰看向激光通道的尽头 罗峰看向激光通道的尽头 罗峰看向激光通道的尽头